宜蘭某个超商招牌也承受不住凯米暴风圈的影响 原本是架在木头上招牌 在中午11点多 民众急着采买 结果没想到走出卖场时 就发现大招牌就这么被吹掉了 而且是一阵瞬间强风来就倒塌 砸在停车场铁皮围犁 索性没有人受到伤害 围犁旁边有机车会抄小路通过 业者为了安全也是紧急封路 业者表示本来就预计要拆 没想到今天一阵风来就倒 目前宜蘭越晚风力会越强劲 上午的阵风大约是9到10级 转11到12级 不过下午开始 预估最高瞬间阵风会达到13 14级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站稳的话 就很容易被吹着跑 提醒采买完的民众赶快回家 下午不要在外逗留了